哎呀今天太辛苦了 我今天穿羊肉串 穿了得两小时 难怪咱们的股票账户 老婆赚钱了 穿个羊肉串两个小时 有两小时 严谨就股票不好 太不经验了 哎呀 开门三件事 开门不是七件事吗 才没油盐将出场上 哎呀 那个事太多 怕你记不住 你这股神 你都能做好三件事就行了 你做七件事对你要求太高 开门三件事 吃喝睡 这吃就排在第一 我穿两小时 我这奉献的就不够多 我本来这一天24小时 睡觉我得占三分之一吧 八小时 你说吃喝睡 这排第三的就占三分之一了 你说这排第一的得占多少时间 你什么时候股票亏的乱七八糟 你还想吃 被你老婆赶出家吗就不错了 好好研究股票 有股神在 我不怕 哎呀 我不是股神了吧 这个全世界好多股神 天天写书 天天这个教导别人 怎么怎么炒股 咱们就是做个自媒体 聊聊咱们的这个 做股票的这种生活 咱又没教人家做股票 所以咱也不是股神了 哎呀 我还没说你是股神呢 你就抢先对号入座 你以为我说你是股神是吧 马上就说 哎呀 咱也不是股神 脸皮得厚 洋洋得意的这个神情啊 从话筒通过音波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哇靠 一点的得意都喷到每个人脸上 你怎么脸这么大的老票 好久没被人夸过了 自己夸夸自己了 对呀 没说你是股神 你就自己对号入座了 说你自己是股神 这我不能不批评你了 哎呀 有点同情心吧 与人为上 哎不过你要说股神啊 你得承认啊 有些人确实有点神性 天才嘛 这个所谓的神性啊 就是这凡人啊 就很难理解 嗯 我前两天看了本书啊 这本书是本老书了 里边讲了一神人 还是属于咱们东亚文化圈的 就不属于那个欧洲和美洲上帝那边的 属于咱们这个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一神人 这哥们呢 还真有点神 首先他的职业啊 这个书啊 咱们就属于这个把它当故事看 你就半信半疑就行了 在书里面描述呢 这哥们目前的职业是一个在日本股市上炒股的散户 神在什么地方呢 他也不是科班出身 他也不是什么摩根斯坦利日本分公司退休的 就是没有经过这种专业大公司的洗礼 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一个散户 他进入股票这个行呢 就是跟一帮散户在网上 在论坛里面 大家一块聊 互相交流经验切� 他所有的这个股票基础知识就这么建立起来 后来自己下场炒 结果炒到什么程度 哎呀 那这个一个赚钱呀 这个赚钱都不说了 还号称是可以影响日经指数 那意思就是这哥们跺跺脚 日经指数都得颤三颤 往上颤还是往下颤 就看他怎么跺脚 牛逼 超级散户子 还号称 他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子 他发的帖子 那些日本金融机构里的交易员 不先看彭博 先看他的帖子 就他的帖子都成为专业人士 每天做交易的一个指南 我知道你说的谁了 这有点神性了吧 你说的应该是日本的西斯吧 中国人都叫他西斯 东西南北的西 思想的思 西斯 哎呀 你翻译错了 西有的西 死亡的死 这种人啊 太西有 而最终的结局啊 一定是永生 那永生说白了 就是在咱们看来 那就是死俏俏了 应该叫西死 西死 你诅咒人家干嘛 人家好边也出个赏户 日本人 对不对 这种人是西有洞 我都说了 这就是书 这就是故事 这人是不是真的存在 都不一定 人肯定是真实存在 他的故事 他是流传过一段时间 很多人在自媒体上 讲他的故事 讲的深深叨叨的 玄玄乎乎的 挺有意思 他是有点神啊 我刚才说 他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 然后就做的这个业绩这么好 不仅如此 你比如说这金融搞得好了 大家都肯定说 他数学特牛逼吧 这个计算机特牛逼吧 或者说有从小就有赚钱的欲望吧 人家不 从小玩游戏 不过他的优点就是说 玩游戏都玩出花样来了 都把人家游戏厅老板赖以赚钱的机器 都给hack了 然后自己直接找到了 他玩的游戏机的一些bug 保证赚钱 稳赚钱 他还不仅自己赚 还雇了一帮同学帮他赚 每天早上发钱 哥们哥们过来过来过来 来给你一百块钱 这是今天的本钱啊 去玩 按我的方法玩 晚上那个日落黄昏 该吃晚饭的时候都回来了 大哥赚了一千 好赚了一千之后 今天的工资给你发两百 然后剩下八百 就是这哥们自己 捞口袋里的牛吧 牛 这种人就是有点小铁粉 现在有点专场 有点特长 我知道我自己 为什么不能成为超级散锅了 小时候没玩过游戏 一会儿穷啊 他玩不起 这不是理由 这哥们自称在书里面说 他也挺穷的 人家就是通过玩游戏 来改变命运 中国人可能都是通过 学习改变命运 哎呀考个好大学啊 然后找个好工作啊 他就是通过外门邪道 来改变命运 所以说神性的展现就是这样 就是走的路就不寻常 而这条不寻常的路呢 本来是通向死亡之路 结果还被他通向了天堂 既然读这本书 应该从头学习到一点点 炒股的心得啊 别人妈看完书 光看了人家玩游戏 对人家炒股票的心得 没有任何感悟 那怎么这书不是白读了吗 哎呀是真是假都不知道 就当故事看吧 那你要说 他的炒股票的策略有点心得 那你觉得 他这个炒股票的策略特别吗 特别看不上了 也是一些标准的方法 很多人都在用 但是人家能赚钱 那说明人家就有天分 执行力比较强 炒股票主要是执行力 什么方法不重要 所以说我才觉得 他这本书是故事呢 你说是故事也对吧 我非常怀疑 这种写书的人 就是整个就是阴谋论 你知道吗 阴谋论 他虚过的这个成功的人物 他用的方法肯定是大家了解 或者说模模糊糊 觉得这个方法可行的 人家是自转 又不是小说 自转个锤子呀 自转 明明是别人给他写的 你是嫉妒吧 你肯定是嫉妒人家 我这不嫉妒他干嘛呀 这各有各的生活 各有各的乐趣 他说不定已经被黑热会追杀了呢 还号称自己那个能赚钱 暴露了这么多信息 想找他找不着啊 说不定早就被勒索了呢 心里太阴暗了 你看你看 不能胖点别人好吗 我其实特光明 我就是最近跟你一起在这个深耕加拿大股市的时候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觉得他是阴谋 你看你刚才说他炒股的方法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 对不对 标准方法 趋势交易者 这就说明啊 写这本书的人啊 对于赚钱的方法其实也没有什么独特 但是你要想赚钱啊 你要是没什么新产品 新服务新方法是不可能赚到钱的 这是常识吧 哎呀 你看你的人性啊 你不坚持 你经常坑门拐骗 然后你肯定最后赚不到钱吧 所以还是人性 我不信 你老说他这个什么人性啊 他不执行啊 我问你啊 他如果这个方法好 人家执行一次 然后立刻就有正向反馈 人家为什么不执行啊 人家肯定执行啊 他就是一个方法不好 执行不下去才不执行的呀 股票市场的韭菜 亏钱的韭菜 都是因为性格不好 或者是自己 虽然找到了好的方法 执行力太差 哎 哎 就像你 天天光串腰人串 不去研究股票 你哪里能赚钱 不不不不 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 你这个股神 鉴定一下说 你如果认为他的这个策略 都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独门密集的话 我就深信 这本书就基本上就是个故事 你我就拿一减肥做例子啊 很多人想减肥减不了吧 对啊 你知道减不了为什么 坚持不下去啊 哎 对对对 很多人戒烟戒不了吧 对 就像我一样 知道 那为什么戒不了呢 就说毅力不够 坚持不下去 对对对对 那你看 如果想减肥成功 戒烟成功 你得需要两个东西吧 第一 需要好方法 如果这个方法 还需要一些什么药啊 工具啊 什么东西的话 就是通通都属于需要一个好方法吧 对吧 嗯嗯 第二个 你得需要坚持 因为你的方法 你得去执行吧 对 执行力不够强 就剪不掉 戒不掉 对对对 我觉得啊 现在都不是执行的问题 现在都是方法问题 假设啊 我是说假设 这个美国的辉瑞药液 什么欧洲的里来药液 他们发明了一种药 这种药一吃之后 立刻对于烟的依赖 就减少5% 你吃完三天 你立刻就有感觉 闻到烟味 你稍微有点恶心了 你说你会不会坚持下去 会啊 简单啊 那肯定能坚持下去啊 不需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意识力啊 对啊 我就说啊 方法好 就不需要 所谓后边的执行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我从中国来到加拿大 我的感觉啊 这个中国人做事 和这个北美和美国人 我觉得这边这人做事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 你要做好 先有一个好工具 你比如说在厨房里做菜 咱们是一把刀 或者是两三把刀 解决所有问题 他们刀分的可惜了 就是办什么事 要用什么工具 这样效率才高 吃饭 咱就一双筷子 一个勺子 解决所有问题 他这个西餐吃起来 那刀叉一摆 你一看就晕了 某个黄油专门的一个刀 然后切个牛肉 切个牛排一个刀 切个面包一个刀 我就讲说什么意思 这个好方法 好工具 就让你的执行 能够变得可行 狗屁 那么多工具 那么多刀叉 做出来的西餐 那么难吃 哎呀 你这是中国胃 吃不了外国菜 你那是胃的问题 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 方法好执行起来 根本就不会有问题 方法不好的时候 才会天天要求人 哎呀 你要有执行力 你要有什么 如果你的方法好 人家试两天 跟减肥建烟一样 你这个药好 吃两天 马上就有效果了 他能不坚持吗 他自动就坚持下去了 你这方法又不好 天天的 哎呀 你就是看着烟 闻着香味就不能吃 你这个看着饭好 你这个就不能动 你这个就必须只能跑步 多傻呀 你想想 假设啊 我就是随便瞎聊啊 假设这个有一天 咱们这个地球上的基因工程 基因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发现了这个减肥和这个戒烟 都是通过基因开关就可以搞定 假设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回头去看这些人为了减肥 吭吃吭吃跑一个小时 为了戒烟 吭吃吭吃往嘴里扔大把的糖 你都觉得特可笑 你知道吗 就说你们怎么那么原始呢 其实这种感觉就像 咱们今天看那些原始人在那树林里面 钻木取火 然后烤生肉 吃生肉 那感觉是一样的 然后呢 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的结论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说这个西斯啊 他的这个炒股方法 没什么特别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那就是说 那这就是个故事 这说明他这个 整个就是讲了一个 跟比特币的那个发明人一样 就是整体构造了一个故事 而这说明他这个炒股方法 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炒股方法要好啊 肯定大家都很轻松的就执行 都开始做了 然后你举一个例子 就否定了很多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人的人性和执行力啊 就像一个厨师一样 给你一套同样的家事 对不对 给你同样的调料 给你同样的火 我们两个做出来菜 味道就不一样 我的可能做得很难吃 你的做得很好吃 这就天分嘛 或者说熟能熟巧嘛 做得多了嘛 一个蛋炒饭嘛 我炒了三个五个 你炒了一千个两千个 当然你成功的概率更大 你炒饭更好吃啊 所以呢 不能用这个说是 哎呀 方法没什么特别的 所以就不具备什么参考信 也不能这么讲吧 反正我强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方法好 对执行力要求就没那么高 方法不好就对执行要求就特别高 对对对 有一点道理 就像价值投资一样 哎呀 被股神肯定了 你说我这心 我这今天我得漂哪去 就像这个价值投资 对个人的要求 稍微就要求低一点 你想做日内交易 那对你的股票炒出技巧啊 短线交易的技巧 就要求高一点 是这样的呀 你熬个稀饭 就不要太多技巧啊 炒个蛋炒饭 那就需要技巧 哦呦你这个 你这个精辟啊 你这个 精辟 我得拿纸拿笔 我记下来我得 不不不 互联网时代我不能记下 我录下来 我天天听 我睡着前听 因为我这个躺在床上 一分钟就睡着 你要是少靠点样子串 多装装的股票吧 多赚点钱 然后才能买得起更多的样子串 再绝图 谢谢观看